街道两头,丹和爱丽丝视线相撞 这偶然的相遇却成就了他们的爱意 当我看到你踏上马路的那一刻 那是爱情中最甜美的回忆 我知道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到来了 一个是无奈写复告的落魄作家 一个是刚来纽约的脱衣舞女郎 出现时奇妙地会心一笑 谁比谁更高尚 过马路,应看右方来车 他却将头转向左侧 喷得一声,爱丽丝轰然倒地 同时倒塌的还有她的爱意 坐在滴滴车的后座 他抱着她前往医院 轻轻俯身,轻轻亲吻她的额头 占有欲在心中肆意膨胀 她是你的吗?是的,她是我的 医院里他翻找她的包 他坦言不吃鱼,因为鱼在水里尿尿 他欣喜,只因为他会牵面包鞭 在男子的闺居又来中沉迷 阳光下的大跋车后座 他摘下她的眼睛轻柔地吹拂 他突然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 让人沉迷那低头一瞬的温柔 康复后的爱丽丝与丹一起散步 无意中闯入二十年前的旧地 荒芜的墓碑上 镇刻着名叫爱丽丝的未知女子 丹突然发问 你叫什么?爱丽丝 从在医院里的依偎到同居日子里的柴米油盐 他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除了名字,爱丽丝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除了名字,丹的一切都不是真实的 她对她的爱激起了创作的热情 她把她的故事写成故事出版 然而,背叛这个爱情的杀手 却在爱意鼎盛时悄然出现 当她看到伟大照相的美女摄影师 她立刻觉得 这就是自己相爱的另一个人 她为她的书拍摄肖像 她读她的书到凌晨四点 轻柔的吻缓缓落在脸上 摄影师的道德底线在一点一点沦丧 男子的诱惑与满腔的爱意 化作接吻时,无与伦比的沉醉 你和爱丽丝住在一起吗? 神志不清里的女子突然发问 男士的眼光躲闪一瞬 是的,情欲突然在女子眼里浇灭 出轨,这不是她能接受的字眼 她彻底推开丹的热情 整理好她身为摄影师的衣着 也提醒丹,整理她的衬衫 爱丽丝几乎在下一秒就出现 她在附近的小饭店里打砸 依靠女人的直觉和爱人时的嗅觉 她敏锐地捕捉到摄影房里 因尼的气氛 爱丽丝的聪明让她气场强大 她在震怒里冷静 仰装区上厕所 实则悄悄听着男友和摄影师的对话 以得到有关这份出轨的信息 男友死皮赖脸地请求见面 摄影师还在罪恶感里无法拔身 两人在克制的争吵 那一点小聪明 在爱丽丝面前显得多么可笑 她让摄影师给她照相 并以此为理由支走男友 创造一个女孩和女人独处的空间 用挑明的语气和泪水的经营 维护摄影师的道德底线 也用智慧维护了她自己的爱情 可求摄影师爱恋的丹 穷追不舍 他在工作室外苦苦蹲守 在摄影师可能出现的地方来回打转 然而一切的努力 似乎都在打水漂 愤怒的丹 在网上玩起了拙劣的游戏 用摄影师的名字捉弄陌生人 与职业为医生的男人聊骚 并约在水族馆相见 丹当然没有去赴约 摄影师和医生却在误会里相识 那天正好是摄影师的生日 医生用气球和率真俘获芳心 这两人因为奇怪的缘分结合 却又因此成为了最长久的恋人 激情难耐的丹 终于等到到摄影师开影展 他认为这是一个如愿以偿的大好时机 他处心积虑地想支开爱丽丝 聪明的女孩早已洞察一切 他还爱她 所以愿意接受谎言 但他执意同行 他不接受愚弄 影展上的摄影师似乎有了男友 但震惊地得知 那就是自己愚弄的医生 他不敢置信 这样随意地安排 他不能接受 还没得到就要失去 聪明的女孩 没法管得太宽 她看着自己的单 为别的女人神伤 报复性地与医生亲密地交谈 彼此都是陌生人 恰恰是最为舒服的相处方式 女孩看见了自己那幅流泪的肖像 她以女孩的娇俏 嗤之以鼻 以冷静看世界的鼻眼 抨击了人们喜爱的艺术 把悲伤的人们定格 并称之为美 悲伤的人们 依然在悲伤里孤独 哪怕已被拒绝 但仍不死心 她让爱丽丝先走 自己留下来伺机而动 她在医生的注视里 与摄影师激烈地争吵 除了愤怒的脾气 一无所得地回到家中 明知男友的心中 还藏着别的女人 深爱她的爱丽丝 还是选择的原谅 晚归的她 带来一身疲惫与失忆 她还是把她洞察的一切 藏在心底 摄影师和医生结婚了 医生开了自己的私人诊所 中产阶级的生活 离丹越来越远 但是摄影师 反而离她更近了一点 在丹的屡次争取之下 摄影师终于动摇了 她开始和丹 被弟弟偷情 时间长达一年之久 直到两人不能再接受 这只是被弟弟 出差归来的医生 被衣着正式的妻子迎接 她在惊喜之余 也嗅到了不对劲的气息 她沐浴结束 也用正装 等待着即将到来的一切 她将尽力挽回到 无可挽回 医生自己 先坦白了她找妓女的事情 然而妻子的原谅和秘密 一同到来 她将自己与丹 偷情的事和盘托出 缓来的医生的几近疯癫 预设到这一切的摄影师 执意离开 另一边 丹也在进行同样的事情 爱丽丝也是一样的崩溃大哭 人间的悲喜剧 总是如此相似 让我们一边厌恶 一边又不得不继续 性命如尽的爱丽丝 决定先行离开 这时的丹 却不愿放手 爱丽丝用一个吻 稳住了她 然后趁她倒茶的间隙 消失得无影无踪 有些爱 很清醒 哪怕深爱 两个失忆的人 在失忆的时间点遇上了 医生在夜总会 看见了重做回舞女的爱丽丝 她把大把的现金 塞进她的蕾丝绑带里 让爱丽丝 说出自己的真名 悲愤之中 她看到了爱丽丝的裸体 却不可以触摸她 解除了线下关系的两人 胜利会师 然而这段偷来的感情 并没有想象中的甜美 矛盾与猜疑 在不信任之间疯涨 缝隙在不知不觉中 越来越明显 四个月以后 摄影师再一次找到医生 她急切地希望 医生在离婚协议上签字 医生用悲痛与眼泪 试图感化她 气急败坏之下 提出一个荒谬的条件 她要再睡摄影师一次 并且把她像妓女一样对待 只有这样 她才会原谅她 并且同意离婚 不得不说 这是挽回的一招妙棋 医生的智慧和脑洞 让人心惊 因为 她已经预料到 丹知道此事的反应 事实也确实如她所料 丹的自尊心 受到了强有力的冲击 摄影师的行为 的确就是出轨 找再多冠冕堂皇的理由 都不能掩盖 丹与摄影师 展开了激烈的争吵 在性的问题上 有太多的纠结和犹疑 反复询问 令人尴尬的话语 一切信任 都在此事之后 烟消云散 也许他们的关系 早就出现了裂缝 这件事 不过就是爆发的导火索 不然摄影师 怎会跑去找医生 又怎会真的答应 这样的要求 哪怕梦中注定的遇见 还是敌不过 梦中注定的分别 两人辛苦偷来的情势 依然敌不过 无休无止的猜忌 一番折腾以后 摄影师回到了医生身边 这是必然的 也是可笑而可悲的 毕竟他从没有把离婚协议给律师 这样的细节 悄悄暴露的心中暗藏的打算 在爱情中 流条后路就必然失败 摄影师已经成为了两个男人争夺的战利品 难以想象 医生会在这些事件以后再深爱他 但至少当夜晚到来 星光暗淡的时候 他们是并肩躺在一起 格外安静的两人 这样的战争里 医生完胜了 孤独而又落魄的丹 找到的医生 不同的性爱方式 第一次面对面交锋 男人的争吵里 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暗讽 丹在医生面前 忍不住落下泪来 他在女孩和女人之间游走 最后孤独一人 医生突然软下心 告诉了他爱丽丝的踪迹 他知道 再也不会有人那么爱丹了 丹的归属就在爱丽丝那里 只有他 但在最后一刻 他还是不想那么善良 他告诉丹 他和爱丽丝睡过 丹的欣喜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弭 但是在待着过后 他又多了一丝窃喜 只要表现得足够大度 这就可以成为加分的筹码 也可以让他的回归更为体面 他感觉 自己的耻感被解决的 他又变成了 那个游刃有余的情场老手 他感到 医生告诉他的那家夜总会 在某一根钢管上 找到正在跳舞的爱丽丝 爱丽丝的心 仍然向深爱的他打开 他绝不会离开 还爱着的人 除非他做出 让他彻彻底底伤心的举动 那他会像戒烟一样 决绝地离开他 真不信 丹只有一些小聪明 偏偏还这样喜欢卖弄 他的小聪明 这样的人 注定让自己非常难堪 特别是他扬起眉毛 自明得意的时候 爱丽丝的笑容 并没有维持多久 把他带回家以后 他就开始惯常喋喋不休 他以为 他的恋人终于归来 实际上 这只是让他们的关系 彻底闹僵 当丹带着奇怪的笑容 询问爱丽丝和医生 爱丽丝的不是 已经溢出的屏幕 他明明没有和医生睡过 却没有办法让爱人相信自己 这一种可悲 深深弥漫在他心底 他在他苦苦的逼问里 泪流满面 还要被责怪 没有给予全部的信任 但在自己的游戏里 烦躁着愚蠢 看不懂床上女孩 血色的泪水 爱丽丝无话可说 也没法再说 烦躁的单出门冷静 回来的时候 顺手拿走路边的玫瑰 总觉得自己像归来的王子 女孩 不会因为一朵廉价的玫瑰花而感动 她之所以感动 只是因为她愿意 而不在于那朵花的价格 和出现的时机 爱情也是 是不可以随意衡量的东西 她对她的爱意 在她张嘴的那一刻消磨殆尽 所有的包容 在这样一个不得不说的谎言面前 都变得无与伦比的可笑和滑稽 既然你明知 医生想让你不痛快 那为什么还要对我进行这样的测试 残忍而愚蠢 我只看到你的自私 爱丽丝对丹原本深沉的爱意 在那一刻 像被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席卷一样 一切都被摧毁成不可恢复的模样 内心荒芜 杂草丛生 我很清楚自己爱不爱你 只要你还爱我一点 我都可以爱你 但现在天黑了 我看不见你的爱 摸不到也感觉不到 我要离开了 干干净净的 爱丽丝在海关处 掏出自己的护照 赫然写着 她只告诉过医生的真名 简简单单的减 你好 陌生人 只有在陌生人面前 我们才敢打开自己 打开我们心里 隐秘而又充满渴望的角落 爱丽丝和医生 是真正聪明的两人 是否守住的爱情 却是相反的境遇 好了 这里是老景观影 我们下期再见呢